粉圓只要三個材料 台灣的太白粉、黑糖、水 黑糖跟水倒入鍋子 水要煮滾 滾了才能沖進去否則就會失敗 擋到你所需要大概的厚度 我準備了一個現在的環保玻璃吸管 那我們來搓 搓出你所要的大小 一點太白粉搓成團 看粉圓搓成團了 好水滾了之後粉圓放下去 水跟粉圓的比例是1比10 浮到水面上了 關中小火 這次粉圓湯比較大顆 所以大概煮25分鐘後 關火蓋上蓋子 燜10分鐘就可以了 好燜10分鐘後的粉圓 會把它放到開水中 讓它的澱粉洗掉 好我們趁它還是熱的狀態 我們加點黑糖下去 蜜糖 耶 完成 操成就感了 自己做的黑糖珍珠鮮奶